太凉爽了 朋友们大家好 第一部一把货车自驾由新疆 我们今天是从图鲁番 开了200公里的车 开到了这里 是哪里给朋友们看一看 后面就是尖山大小谷的景区 下午到这里的时候 还有那么一点点热 我们在车里面把门这些打开了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现在一起来感觉 哇塞 都有一点冷 这里是乌鲁木齐县 最高30度 最低18度 看一下 我们今天那个地方呢 图鲁番市 最高45度 最低29度 这个对比太宣明了 小宝安 这里安不安宜 安宜是吧 那个舌头也不吐出来了 也不 天气凉爽 心情都要好很多了 真的朋友们 那热起毛交火那里 准备做大餐 刚刚从冰箱里面 拿出来的牛肉 解冻 一会儿又开始干 就地取材 刚刚就在车旁边捡的 这边还有两根 没有披一会儿来披 还有啊朋友们 我看我们车旁边有好多这种花 这个是什么花呀 我们也不认识 好像没什么香味吧 好像没香味 但是有吃哦 这个看见没有 可能是防止那种牛啊羊来吃吧 好多 这一片里都是 牛肉已经切好了 感觉这个牛肉挺好哦 是那种雪花牛肉 是不是朋友们 再给它炒点红椒在里面 这个是调料 豆瓣啦 泡萝卜 泡姜 泡海椒 这个好像是固体酒精 点火特别快 一点就走 一点就走 就走 起锅烧油 下入牛肉 下入调料 红椒 下入红椒 来一点灵魂鸡精 天气凉快 蒸点白的 蒸一口了 朋友们 这白酒都还有点暖和呀 好久都没整白酒了 太热了 这里凉快了可以喝点白的 咖啡一会儿毛烧掉了 别在那里去弄 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晚上十点多了 朋友们 天都还没黑得进 饭也吃饱了 烧点水来洗洗 早点休息吧 这里凉快 起床了朋友们 真的睡着太舒服了 一点不感觉到热 我还不叫气 晚上我们睡着 还要盖被子 在这车里面 好久都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了 巴士 现在快十点钟了 在吐鲁饭的话 早被热醒了 这里今天最高气温21度 看一下咱家那小宝安 小宝安 小宝安 你都还不起 走起来出去了 走 对嘛 起来出去了 还在睡睡睡 刚刚出去了一下 穿短袖还冷呢 又要过回穿两件衣服的日子了 这里风扇拿来吹起 这不吹了 这是昨天到这里的时候 昨天要热一点 今天更了爽 走咖啡 那前面就是天山大峡谷的景区大门 游客服务中心 昨天我们到这里的时候 三点多快四点钟了 有点晚了 去看了一下 那个门卫大哥给我们说 那个宠物不能带进去 而且不能在那里过夜嘛 嗯 那我们今天是去还是不去啊 我们这么远来都来了 想到是想去 可是我们去了 重复不能进去咖啡 只在车里面关起来 怕的就是要好几个小时 就是啊 应该进去的话 我看门票是 55还是65啊 那区间 反正一共加起来110多好像 要做什么车 要做他那个区间观光 这我还以为 我们这个车 能直接开进去的话 在那里面去录影几天的话 就难以了 太爽了 但是我们这个车开不去 只有坐他观光车 小狗还去不了 你去哪里啊 啊 来流浪 你去流浪吗 别走的太远了是啊 那不然我们就不去吧 我觉得也是 除了我们俩去了 他就在这里 啊 那车里面关起来 那不去的话 我想着一会把那发电机拿出来 给电瓶充一下电 前几天在屠楼番吹了几天空调 吹了几次 我是车长 这些是个不用寡父 你把那根线拉过来 我看有这么长没得 尽量把这个发电机弄远一点 这样 噪音会小一点 不是特别多 把这根线拉完 一会儿我再把这个往这边提一点 刚好合适 差不多就这个位置 啊 行 嗯 这个不知道是库轮机有问题还是什么 但是电压还有13.1V 应该不会只有0%的电 应该是库轮机坏了 行了冲进去了 有800多瓦 让它冲着吧 这样 不知道要冲多久才能冲满 今天早上我们也不做早饭了 来到新疆 要吃什么朋友们 新疆的切糕这么出名的 一口一个 好香啊 嗯 今天我们也不走了 就停在这里休息一天 因为这个温度真的是太安逸了 我们这个低配板货车的话 就适合这种温度 或者说再冷一点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有柴火炉 还有煤这些 对吧 热痕了就着不住 我们那空调又吹不住 那个空调是配盘的 哈哈 今天就在这里把电瓶的电给充满 看明天 嗯 我们继续出发吧 往那里面走 里面我看还有一个 南山公园 那边应该也凉快 就往那边那个方向出发 现在朋友们 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